天天 地藏 汉石猴 令他少没少 八十秋 一行要往宫海奔 去向龙宫 头戴罗帽 身披猴衣 腰细水裙 流水般的唱链作答 如果没有特别介绍 很少有人能注意到 这位操着纯正金枪的金巨美猴王 其实是位杨面孔 松木空代表自由 幸福 幸福 生命 其实自由已经过了 只要有自由 什么都在里面 他叫格法 出生于伊朗 在英国长大 格法自小喜欢看李小龙的电影 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1993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格法在伦敦观看了一场 由北京京剧院演员主演的京剧 有美动听的唱腔 绚丽多彩的服装 出神入化的表演 千姿百态的身段 一下子征服了这个英国小伙子 1994年 格法之身艺人来到中国 进入北京戏剧学校学习武生 成为一名专学京剧的留学生 当时已经32岁的格法 每天都要和十几岁的孩子们一起 从最基本的压腿 踢腿 下腰 拿顶开始练 相较于练动作 精具复杂的念白更让格法头疼 跟鸟似的 天天老师怎么说怎么做 我也是怎么说 我也怎么做 特别是插念 那是最难 身体的东西 其实老师怎么做 你就模仿模仿模仿 他也给你调整 慢慢慢慢有点意思 时间长 诶 学艺四年后 格法在老师的帮助下 开始学习新系 闹天工 也自此接触到了猴系 开始了他半生的 养美猴王的生涯 渐渐的 格法迷上了这个 充满传奇色彩的新角色 每天都比其他学员 早一小时到练工房 还买了许多 关于猴子的书籍 光盘潜心研究 这就是美猴王的 叫猴甲 猴甲 就是大 开打的衣服 然后天工里边有三套服装 前边的是盲 带林子的 后边的脱桃 脱桃导弹 就是质鲁鱼 这个质鲁鱼是 像一个斗篷似的 跟这个不一样 又带着餐厅盔 如今的格法 说一口流利的金片子 在金剧圈小有名气 他出演的闹天工 还获得了国际金剧票友大赛 最高奖金龙奖 但对格法来说 他的目标不止于此 为了让更多人 领略到金剧的魅力 格法常到美国 英国等国家的学校里 讲授金剧 他发现 语言的隔阂成为 金剧教学最大的障碍 于是格法产生了 翻译金剧唱词的念头 在授课的同时 格法还帮助金剧表演 艺术走出国门 他曾组团在一个半月内 在美国寻辉演出66场 还组织过48人的金剧表演团 寻辉演出马来西亚 十年里 他共演出金剧400余场 为了让台下观众 能够更好地理解剧情 格法想了不少办法 我用了很多办法 我有过在演出之间 我来一个小角色 比如说来一个兵 上来了 一拐弯给观众讲一讲 你知道怎么回事 这个两个人物 是这样这样这样 我在讲故事 我用波士语 我说英语 我说法语 意大利语 我一讲我就下去了 观众都知道怎么回事 那继续演 这个戏没短 通过格法的用心演绎 外国观众们 得以一件活泼忠诚 极恶如仇的美猴王 通过他的精彩诠释 越来越多人 开始爱上中国传统的金剧文化 格法说 希望把金剧 传播到更广阔的舞台上 把金剧唱给更多人听